干好,一切都好,养肝就是养命 生活中,保护肝脏健康,尤为重要 下面几个穴位,经常按摩,可以起到养肝的效果 不妨试试,按摩太充血取穴,再脚背第二,抑制骨肩 作用,消除肝火,化解郁闷之气 按法,弹腿做好,以左手拇指按揉右脚穴 顺着骨峰的间隙按压,并前后滑动,按二十下 再以右手按揉左脚穴,手法和前面一样 按摩大蹲穴取穴,再脚大指甲根部外侧部位 按法,弹腿做好,脚光着,以左手拇指按揉右脚穴 左旋按压十到二十下,右旋按压十到二十下 再以右手按压左脚的穴,手法和前面一样 按摩七门穴位置 乳头直下,第六类间隙,前正中线旁开四寸 方法,每天按揉七门两次,每次两百下 按摩干于穴位置 背部,第九胸椎,急凸下,旁开1.5寸处 方法,双手拇指,先顺势针方向,按揉约两分钟 再逆势针方向,按揉约两分钟,以局部有酸胀感为宜 配上养肝茶,效果更加按摩穴位后 泡一杯草药茶,促进血液循环 提高肝脏解毒能力,护肝排毒,效果加倍 以蒲公英瓷莓茶水,疏肝解育取蒲公英 瓷莓花按照三比一的比例,做成蒲公英瓷莓茶包 每次取一包,热水冲泡带茶饮,即可 蒲公英和瓷莓花都是钥匙两用的植物 都对肝脏健康有益,二者搭配,可以疏肝解育 淡化色斑更利于肝脏健康 蒲公英,入肝精,擅长排肝毒,预防肝损伤 并且蒲公英可以对抗 内毒素造成的肝细胞肉媒体和线粒体的损伤 解除内毒素导致的毒性作用,提高肝脏解毒能力 从而保护肝脏健康 刺梅花,胃心,肝,性微温,可疏肝解育 促进血液轮回 能够喂养人的心肝血脉对于肝脏健康非常有利 并且有一定的淡斑之效 二者搭配一起泡水喝,疏肝解育,淡化色斑 保护肝脏是不错的选择 两斤桂菊茶水,养肝降火准备一些小茶包 取蒲公英3.3克,菊花0.3克,金银花0.3克 桂花0.1克,全部碾碎,放入一个茶包中 每次取一包,热水冲泡带茶饮,可反复冲泡2-3次 金银花,输热散邪,清解血毒,经常和菊花搭配食用 菊花能清干火,又能散风热,清热解毒 临床上常与蒲公英配合食用 蒲公英不仅可干毒 还善清干热,即可清干又可疏肝 桂花,性质温和,味道清香,不仅起到中和寒性之效 还可以改善口气,错拍毒 四者搭配在一起,可以快速降干火 很好的保护肝脏健康 三枸杞桑胜茶水,滋干养应枸杞子3-6克 桑胜3-6克,开水冲泡,加盖焖至10分钟左右 即可饮用,亦可加入蜂蜜蜂蜜调味 枸杞子,有着滋干补肾,易经明目之效 桑胜,有着滋印补血 补肝易肾,生经止渴,无法明目之效 二者搭配在一起,可以有效滋干养应,柔和肝气 四,红枣茶水,醋拍毒红枣 是生活中十分常见的食材 用起泡水喝,可以很好地保护肝脏健康 中医很早,就有用红枣煮方的养肝汤 来养肝排毒 红枣具有饱肝 健脾,降低胆固醇,升高白血球,抗过敏等作用 相关实验证明,持续喝一周的红枣水 可以增加人体血清蛋白,有利于蛋白质的合成 从而起到养护肝脏的作用 红枣还能提高体内 但和吞噬细胞系统的吞噬功能 有保护肝脏,增强免疫力的作用 所以,喝点红枣水,也可以很好地保护肝脏健康 几个小动作,护肝更健康 一两腿一分,把双腿伸直分开 脚尖回勾,双手抓着脚趾,身体慢慢向下压 只要腿厚的大筋,有拉伸感就可以了 二脚趾回勾,双腿伸直并在一起 脚尖回勾,双手抓着脚趾,身体慢慢向下压 至少要做15-30分钟 只要大腿后侧的大筋,有拉伸的感觉就可以 三拍拍肩,左手拍右肩,右手拍左肩,拍完一边 再拍另一边,也可以双手同时拍打肩膀 四转转眼,保持头部不动,就眼球动 从左到上到右,再到下再回到左,完成一个大圆圈 转动十圈后,再从反方向转动十圈 再拍一遍